郑婷 郑葳 那篇文章你别写我名字了 我先丢人 那怎么行啊 人不知道以为我跟你争名分哪 我可是个与世无争的人 你与世无争 你与师傅争你去肚子那边 打我的小报告 是 我带我孩子去工作 事我不对 我认了 但你不能把这种情绪 带到工作上里去 我们当记者写稿子 要实实在在 要不然宁可不写 说完了 于志远 这是就你跟我两个人 你看看陈慈给谁看哪 你要搞清楚 是你得罪了别人 我再帮你善后呢 你倒反过来教我 怎么写稿子啊 你是不是 有点过分了呀 还有一点我告诉你 我可是杜总 亲典的代理主编啊 论年纪和资历 我是不容易 论职位我大着你一级呢 你别天天老见着我 这张伟 张伟的 叫我张主编 叫主编 别叫什么 有没有别的 我不爱听 是吧 那你忙着啊 志远 看到了吧 这就是真正的小人得志 我以前跟你怎么说来着 他这种人 就不能当领导 别看他平时挺和善的 和谁关系都好 那都是装的 这种人 一旦上位 就耀武扬威地 把以前受的气 都要夺回来 这种人 志远啊 忍忍吧 再接不清 我不能看着他这样乱来 那能怎么样 大家都知道 把葛明做成午夜 是杜总的意思啊 你要跟杜总对着干啊 志远 你别犯傻了 你要是把杜总给惹毛了 你饭碗就砸了 好 听蔡姐的话 走 把人都收拾东西过来 你走 谢谢 拜拜 我去吧 那个张伟竟然敢 明目张胆地挑衅你 他也太混蛋了 他挑衅我 没关系 我不在乎 但问题是他要给文章注水 这个我可忍不了 我知道 这个是大领导的意思 所以我准备啊 我要找集团的大老板 跟他说说这件事情 那 如果你们大领导生气了 会不会把你踢走啊 说不定啊 所以我就想问问你 毕竟这 不单单是我自己的事 是我们这个家的事 武功 没关系 我支持你 真的 当然了 以前 我受气的时候 你心疼我 不让我忍 所以 我也绝对不让别人欺负你 咱不忍 爱谁谁 那老婆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因为这样 我被开除了 一时半会儿 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别担心啊 我养你 小样 还你养我 老公 老公 你干吗 我了解你的个性 我知道你绝对不会做违背你自己良心的事情 所以 无论你做什么样的决定 我都一定会全力以赴支持你的 我都很像自己esar 他可以帮他们做这个极度 你就他肯定了 我肯定了 我肯定了 这个极度 你肯定了 肯定了 你看起来 我肯定了 我肯定了 小夕 看见志远没 没看到他 这小子 人哪他 好周 找志远啊 是啊 你看见他吗 没事吧 我不是跟他说好的吗 去杜总那儿递交检讨书 你看 这都一点多了 人哪你说 坏了 坏了 别是他单独去找杜总了吧 你能确定吗 我早晨跟他聊过 他说要找杜总理论稿子上的事 我还劝了他几句呢 我真没想到 这孩子怎么这么冲动啊 坏了 杜总 这是我的检讨书 放那边 我有空再看 还有什么事吗 杜总 我听说 哥老的那个撰房 从两夜变到午夜 是您的意思 杜总 你有意见啊 是的 好啊 有意见就提 你这样啊 先去跟你们的代理主编说 然后呢 让他向我反映 集团有集团的上报制度 不能越急行使 好吧 杜总 我 我们做杂志的 记者的观点和立场 很重要 一本刊物最重要的就是 要对读者负责任 而不是为了去讨好某一些人 没错 我带着我家孩子去做采访 是我做错了 如果格老问责 我无话可说 但是现在他一句话都没说 你为了讨好他 就先把我这个一线记者给处理掉 说这实话我真的很伤心 请允许我说一句 我觉得我们报社太监了 你怎么会发现 有点对 我讨厌他 你不相信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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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相信他 你不相信他 还很不相信他 你不相信他 我相信他 你不相信他 说完了吗 说完你可以走 杜总 你放心 等我说完了 一会儿就回去辞职 但请让我再说一句 我真的很希望 集团可以体谅我们这种 计算计算 我们记者要熬夜写稿子 那是家常电饭 节假日夜 二十四小时待遇 不管你洗澡 吃饭 睡觉也好 一接到电话 就要马上冲到现场 我会带着我家孩子去采访 那是因为 他们临时通知我 我不能不去 杜总 杜总 快请 哥老 哥老 您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我这儿啊 也不打个电话 我好提前安排一下 小米啊 这可是你不对啊 跟人约时间 怎么能够不留下余量呢 咱们能够招之机来呢 哥老 您那么随意 我怎么敢随便安排你的时间啊 又赖我 是是是 小玉啊 原谅我们这些搞艺术的吧 太散漫了 杜总啊 你这三催四寝的 还逆好了合同书给我送来 我总得把名字给签了吧 也好尽快地做你的艺术顾问呐 这么说您是答应了 太好了 杜总 我们阁老可是推了好几家新媒体的聘人邀约啊 那报酬可是你合同上的好几倍 你感动吧 感动 非常感动 不过放心 钱不是问题 我们集团是绝对不会亏待格老大 这些年名利我已经看得很淡了 钱不是重要的 重要的是合作的人要对味儿 没错 没错 小玉 要不你先下去吧 咱们的事情明天再聊 好吗 小玉 别走 小玉 孩子怎么样啊 儿子这两天不太舒服 现在让姥姥姥爷带一下 在家里休息呢 身体不舒服 你还有心思上班呢 杜总啊 我总觉得现在你们这些公司啊 楼造了那么高 办公室那么多 但是 不像我们以前 单位里 也给办个托儿所 造福一下有孩子的员工吧 那个时候 我和我的夫人刚刚起步 很穷 没有人给我们带孩子 我们只能每天 把这孩子带到画室里 我们在画画 孩子就到处地给我们添乱了 还说我们的话 画得很难看 小玉啊 小玉啊 那天 你的儿子 说我的话画得很难看 让我非常地感动 我想起了以前很多的事情 那个时候 我们非常地艰苦 但是 我们的精神是充实的 小玉 我要谢谢你的儿子 让我勾起了很多 一切美好的回忆啊 我们阁老 就是看到余先生 带着孩子做采访 才觉得杜总这儿 特别有人情味 允许记者带着孩子做采访 这样的杂志社 多有人问秦淮啊 所以啊 他才决定 要担任你们的艺术顾问的 原来是这么回事 看来小玉 跟葛老的缘分不浅哪 小玉 你怎么没做啊 快 来来 坐 坐 坐 来来 我们听说 余大记者 要升主编了 你怎么回事 杜总啊 你很有眼光 小玉可是个人才 你要好好用啊 那是 我们计划 让志远担任主编 已经攻势很久了 现在只差调令 他马上就要上任了 小玉 葛老这么重视你 赶紧表示表示 嗯 那个 葛老 嘴笨 小玉 你要好好干 以后 我们就算是同事了吧 你是说是葛明葛老先生放了你吧 对啊 当时我都懵了我 我觉得吧 你小子上辈子肯定急了什么德 让你在观念的时候逢凶化急 遇上贵人了 你好 你好 余先生 方便借一步说话吗 可以啊 不好意思 四十二 没关系 你们聊 好 再见 胡小姐什么事 上一回你说的天阁基金 少杰 少总监 你跟他到底收不收 大学的时候呢 他睡我下铺 现在呢 是我姐夫 那你说我收不收 那太好了 能不能麻烦你帮我跟他说一下 给我几分钟的时间 让我跟他陈述一下我们画廊的融资计划 我已经给他打过好多电话了 都是他助理接的 一直多说他没时间 拍拖你了 他现在拍拖这么足啊 没问题 我一会儿帮你当 好 多谢于主编了 别客气 是我要感谢葛老 他救了我一命 怎么说 人生如戏 一言难尽 来来来 都过来 我给大家宣布一个好消息啊 当然我相信你们肯定在集团的内网上 已经都看到了是吧 但是我还是要郑重地宣布 我们志远啊 从明天开始 升任我们杂志社的主编 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工作当中 大家要积极配合的工作啊 在志远的带领下 再创加进 老婆 老公 老公 送给你的礼物 你最爱的莱卡 开心吗 开心 老婆 行了 别说了 工作没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养你啊 老婆 行了 我知道你有你自己的原则 我支持你 这 其实是我 老公 我爱你 老婆我爱你 老婆对不起 怎么了 我忘了告诉你 我生了 你没说吗 我 我跟我老大说了 但是后来又说了 说了为什么还生了 说来话长 我进去说完之后嘛 他突然间那 余志远 你给撒谎金 我就不应该把相机买回来 我怎么那么傻 我居然把盒子扔了 我早知道你骗我 我早知道你骗我 我就不给你买 那么贵的相机了 不行 老婆 我看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吧 好吧 干嘛呀 你升职加薪 走上人生巅峰 这么大喜事 不应该让你妈同行一下 这可是 可是你妈还在为泰国游那件事不高兴 你呢又不想热脸贴冷屁股 是不是 你都知道 你还让我来干什么 什么事情总得有人先迈出第一步去解释啊 你妈是长辈 难道我们不先开口 让她先给我们开口认错啊 行了 走了 妈 来了 来了 妈 你们来了 顾叔叔 顾叔叔 还没吃饭吗 真好 一块吃 我们没做那么多饭啊 妈 没事 我们今天不来吃饭 我们今天来跟您报喜的 妈 妈 智远她正式成为他们集团主编了 真的 妈 智远她们集团十几个主编 就是她最年轻有为 都是麻妮教得好 我这么自私一个人哪儿配教她呀 妈 妈 这么多年您辛苦了 如果我有什么做得不对的地方 你不要放在心上好吗 老胡啊 妈 妈 你别生气了 你看看 智远都来给你赔不是了 你是我生的 再怎么不好 我也是自作自受 佳妮啊 我不是不让智远对你爸妈好 但是到泰国的事情 如果你们光明磊落的话 就完全没必要瞒我 如果瞒我 就是偏心 妈 您说得对 这事确实是我跟智远做得不好 对 我们虚心接受批评 对不起了 妈 您别生气了 没事 没事 那老胡 要不我再去买两个菜 我怕他们不够 不用 不用 你陪他们聊天 我去买 谢谢顾叔叔 妈 我帮你 那我也帮妈 我们这个楼盘呢 是连排的美食别墅 送了一百六十平米的地下室 和一百平米的花园 这个听起来不错啊 那你们的样板间在哪儿 我们能参观一下吗 有 今天太晚了 已经过了这个样板房的 开放时间了 那你们合作贷款的银行 有没有什么优惠的政策吗 您稍等一下 我给您散一下 好的 我给您散一下 凤叔 我觉得这个路合挺好的 对啊 是不是 不然后面我再起座山区的面 来 赵小姐 怎么样 你看一下 什么 你们这要六万一平米 人家旁边那小区才五万 凭什么就一个路口 你们这要贵一万块钱一平米啊 小姐 小区的品质呢是不一样的 咱们这是改善性住房 再说 有钱买大户型的客人 也不会在乎这一平米是五万 还是六万 您说呢 是 确实也不是钱的问题 但是最重要的是 你们定价合不合理 小伙子 我知道 其实现在买房子的人 根本就不多 经济形势也不好 别回头我们刚一买完 你们倒降价了 张小姐 您也看到了 我们这盘现在真的很热 中环以内 我们的品质 我们的价格 绝对没有第二强 所以说 如果说您有这个意向 想要购买的话 我建议您来尽快入手 犹豫了一下 很可能就没方圆了 行 那我们商量一下吧 好嘞 二位考虑一下 好 谢谢啊 老婆 我觉着这房子还是可以的 你觉着呢 废话 我觉得也很可以 可她刚才说是 什么时候开盘 两个月以后 那这个首付要多少钱 我们钱扣不够 我刚才大概算了一下 加上税费 还有所有的费用 首付我们至少要拿出来 七百万的现金 多少 七百 七百万 现在谁手都有七百多的现金啊 是啊 算了 算了 我看跟这房子也没什么缘分 你也别着急 反正又不是说非买不可 再看看吧 我能不着急吗 我觉得就这套吧 好不好 你忘了啊 昨天开盘的那个楼盘 第一天 每一套至少一千多万吧 三百套一套都没有剩下来 我跟你说现在市场非常的热 买房子的人非常多 你现在不买 现在还有六万块钱一平米 等开盘的时候 涨到气量怎么办 是啊 我知道 这个道理我是懂的 但是你没有钱没办法呀 那 要不这样 我们把现在住的这套房子 卖掉 然后流动资金就够了 然后首付也用不着七成了 都解决了 怎么样 我不想卖 干什么 咱们现在那套房子 是咱俩结婚的婚房 很有意义的 而且 万一你爸你妈过几年 想要来上海养老 他们也可以住在那儿啊 老公 你再想想办法嘛 再咬咬牙 老婆 谢谢你 咬我干嘛 谢谢你们要人收入 我和你妈的臭脾气 这件事如果没有人 估计我和我妈的粮子 出现现象 是 我是谁呀 干大事的人 能屈能伸 谁像你们呀 尽给家里人气瘦 给你点阳光你就灿烂吧 老公 我是这么想的 老婆 我觉得孩子呢 迟早都是要接回来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上班 接回来也没人照顾他呀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 就是我们买一套大房子 然后把我爸妈接过来 一起住 不意 可是我以前花钱 大手大脚惯了 现在那点积蓄 那么就不够交手负了 怎么办 办法足够困难 等我们两个都甚至加薪了 成为首富 还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就是 走 你说咱俩一个投行精英 一个公关经理 怎么还是那么穷啊 连个房子都买不起 有的越多呢 要的就越多 这就人性了 老婆 别再多求善感了 我告诉你好消息 让你皮皮神 什么好消息 我们公司最近啊 跟美国在谈一个项目 如果这个项目谈成了 别说这套房子 再弄个两三套也没问题 真的假的 当然真的 那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我之前没确定呢 我怎么敢告诉你 那现在确定了 八九不离十吧 老公 我爱死你了 三年买房计划 今天开始喽 老公 老公 我空虚 我寂寞 那怎么办呢 现在几点了 八点钟 才八点多 你睡觉还有好几个小时 对呀 好几个小时 干点什么呢 干点什么好呢 干点什么好呢 你说吧 来 有了 老婆 老公 不会 干嘛 干嘛 干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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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邵总 朱迪姐给我送去机场了 你吃点吧 好嘞 一会儿电话会议那帮老外的画牢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饭呢 怎么了 一晚上没睡啊 没事 邵总您经常三四个通宵嘛 我这才哪跟哪啊 天文 我跟你讲 我们这一行就是拼体力 谁可以拼到最后 谁的头脑清醒 谁就赢了 我头脑是清醒 就是身子不太清醒 刚才在电梯里来的时候 站着都睡着了 我看啊 我都快进化成动物了 你这算什么 我开车 撞个那个消防栓 都成喷泉了 你信不信 咱这都是把脑袋 别在裤腰带上过日子 天文 咱们这一行呢 就是没有硝烟的战场 我觉得我们这个项目 十有八九是可以的 一会儿呢 你把那个计划书啊 再写一下 等这个项目结束以后 我给你放一个大架 各种海 各种岛 各种税 好吧 谢谢邵总 对了邵总 有个事忘记跟您说了 一个画廊的负责人 一女的想见见你 他们画廊啊 最近在找投资 算了吧 这个年头啊 谁都在找投资 我要谁都见 我还工作吗 但这个女的 我推了好几次了 不过 她说她是你妹夫 于志远的朋友 你看是不是安排 见一下不就好 志远的关系 叫她来一下吧 行 那我马上安排 喂 哪位 洪小姐 我是天歌基金的凯文 我们邵总现在 有十分钟的时间见你 你赶紧过来 什么 都那么晚了 现在就要过去 洪小姐 我们邵总白天很忙的 一会儿还有一个 重要的会议 我强调 您是她妹夫的朋友 她才答应见你一面 来不来 您自己决定 好吧 你把地址发我 我现在过去 来 说什么 什么乱七八糟 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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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从小在一起 慢点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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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嫂 那个 萱萱你还在喂饭呢 早就不喂了 怎么 你们家多多你还喂着呢 那当然了 不喂她就不吃啊 这就是你 对 你是孩子嘛 她自己能吃饭 你非要喂 那不就把孩子给逛外了 对了 多好啊 那个 少杰和军队他们两个怎么样啊 好着呢 好 就是太忙了 多多在我这都住两个多星期了 是啊 本来说呀 这个星期要接回去的 对啊 可是呢 今天一个费香港 另一个通宵达旦的加班 我一打电话就说忙忙忙 一个个忙得比国家主席还忙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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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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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你们俩怎么来了 姐姐也来了 爸 叔叔也来了 我来了 志愿 志愿也来了 志愿也来了 来 来 爸妈 今天天天来呢 是要跟你们报喜的 就是我升主编的事 今天正式公布了 太好了 太好了 我今天烧几个菜 咱们好好庆祝庆祝 我呀得喝两杯 酒两杯又喝两杯 你别光说你自己啊 还有我的呢 对对对 佳妮负责的一个策划案呢 正式入围了一个大项目 然后她领导说 如果真的能够 成为一个案子的话 还会给她分公司的股份 太棒了 真是 这不就是成老板了吗 就是 赵总 爸 这不可以拿我开涮 能不能成还不知道呢 不知道 来来来来 坐饭了 肯定坐饭 来来来来 我儿子呢 萱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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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弟母 个 formatting 一 laughs 天神被人鱼公主的善良感动了 不但没让人鱼公主化作泡沫 还赐给她人类的灵魂 人鱼公主和小天使们 一起升上了天堂 我这走 谢谢 太棒了 好长 meineève 你真理不着急 她有什麼 我们在肚子上这个城市 我们在肚子上这个城市 我们也快了 我们先终于 怎么了 这两孩子很顺 辛苦了 好吧 那我们回去了 回去了 行 那就早点回吧 以后想孩子了 就到家里来 想吃点什么早早招呼 我给你做 知道了 姑姑 要不我们送你回去吧 不用了 我等多多睡踏实了 我再带她回去 多多睡觉她有个毛病 要捏个小手卷睡觉呢 她要是醒来 没看到小手卷啊 她就会哭的 你们先走吧 行 那好吧 爸妈呢 我们先走了 爸妈 快快呼呼 我们去安理她啊 再见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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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电话里怎么说的 我让她立刻马上过来 不用了 五分钟以内她不到的话 我们就走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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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迟到了 你好 邵总 上床了 你们慢慢聊 我等会儿过来 对不起 乱上赌了 打不着车 洪小姐 你有五分钟的时间 当然了你本来有十分钟 但是你迟到了 不好意思 请你介绍一下你画廊的情况吧 可是我出来太匆忙了 什么都没有准备啊 我可以投资的 洪小姐 你是来拉投资的 这个需要准备吗 你对画廊的情况 应该是烂熟于胸 就像你向别人介绍你自己一样 需要准备吗 对对对 好 那我现在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画廊 代理的几位书家 他们现在目前的状况呢 对不起啊 真的不好意思 我觉得从你这里 找不到任何我可以投资的理由 不好意思 张先生 跟上 来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对不起 还晕吗 要不要喝一点水 洪小姐 看在我妹夫的份上呢 我免费送你一个建议 你这种假衰的伎俩啊 你用在那种土大款身上 特别有效 但是用在我们公司呢 是没有用的 我们公司只看中计划书 其他的外门邪道啊 真的没有用 不好意思 邵先生 我是来谈合作的 不是来要饭的 作为一个男人呢 我希望你给我最基本的尊重 对不起 出门之前我吃了一点安眠药 是为了更好的休息 可能现在有点药效发作 所以失态 我在艺术圈也混了一些日子 什么样的人也都见过一些 可是像您这样第一次见面 就对一位女士冷嘲热讽 恶言相向的 还是第一次见的 谢谢您让我长了见识 再见 诶 少总 什么情况 诶 少总 什么情况 不 不 不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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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拿着小手机来 咱们睡一觉好不好 妈 我要 妈 我要 妈 我要听故事 我要听妈妈妈妈讲故事 好乖乖 我告诉你 你爸爸 你妈妈就出差了 你怎么办呢 你爸爸有事啊 爸爸 我要 我去找爸爸 听话 我的乖乖听话 好不好啊 妈 我去找爸爸 我去找爸爸 我要听故事 好好好 好 好 不闹不闹 外婆带你去啊 来来来 外婆带你去 别哭 闹死人了 好 不会了 穿鞋子姐 不闹了 不闹了 好 赵总 文件给您放这儿了 对了 你回头啊 把那个 红小米画廊的资料 给我弄过来 邵总对他有意思 对啊 我对他有意思 我跟他开房 你觉得是哪个宾馆比较合适呢 小的错了 小的什么都没说 您会议开开始了 你站着干吗 门口守着呀 这个会议很重要 别让外人进来 好的 那我在门口守着 有事您叫我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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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总啊 每次都帮忙死 真的是很幽默 你们的诉求呢 我基本上是了解了 要不这样 我把我们的计划书 再跟你们详细地解释一下 爸爸 对对可遇还是可以的 我们 多多小爸爸 爸爸 我女儿啊 我女儿可能突然找我有事情 对不起 我先处理一下 一会儿就回来 对不起 对不起 来 到这边来 来 多多 来 来 多多来 来 多多来 来 多多来 来 怎么你不说一声 我这开会呢 你别胡闹啊 我胡闹什么了 你开你的会我不出声 不就行了 不是 你在说我怎么 你把多多先带回去先带 还没是我 给他削苹果吃 你去 你去 去 孙总 不好意思啊 女儿可能是突然想我了 我们继续 我们刚才说到哪里了 爸爸陪我玩 妈 就因那天 醒来你温暖的一杯茶 我心开满了花 就因那天 淚入雨下你的拥抱 愿陪你走天涯 就因你眼中的温柔 就因你眼中的温柔 慢慢是爱 原谅你不爱说话 就因你温柔 就因你温柔 你牵着我的手 路再远都不怕 这一生有你陪我 这一生有你陪伴 有你待在身边 每天醒来都心安 每天醒来都心安 这一生有你陪伴 这一生有你陪伴 有你待在身边 每天醒来都心安 这一生有你陪伴 幸福很简单 每天醒来都心安 这一生有你陪伴 这一生有你陪伴 每天前来都心安 我们来的生命 我来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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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秒下